圓規在星期三下午已在海南博澳登陸 登陸时风力达到12级 为当地带来狂风大雨 汪春汉报导 圓規在星期三下午3点多 在海南博澳登陆 登陆时最大风力达到12级 沿岸大风大浪 有大树被强风吹倒 工作人员忙于清理 有摩天伦其中一卡 在半空中失控翻滚 在海口市沿海多个地区出现海水倒灌 马路水浸 由于圓規是近五年来 登陆海南最强的台风 所以当地严阵以待 海南岛海陆空对外交通中断 环岛13条高铁列车 以及海口市交列车全部停运 全省多个院士停工停货 当地气象部门表示 圆規登陆继续西移 穿过海南岛 中部地区会有大雨 广州和深圳也都宣布全部学校停货 但没有宣布停工 上班的人就比较狼狈 由于圆規环楼大 中央气象台表示 广东、福建、浙江等地 沿海地区仍然会有6至8级的大风 部分地区震风可以达到10级 近海地区会有大至大暴雨 有先电视记者黄秦汉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